中国和印度都有着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许多人都认为两国有同样的出身背景 同样的人口大国,同样的文明古国 但是最大的不同却是如今的贫富差距 中国已快坐上通往发达国家的直通车 而印度还在为虎口做打算 这不禁让印媒表示,印度能否赶朝中国 有着相似的历史是否就意味着有相似的未来? 答案是No 外国网友表示,这确实是很渺茫 从经济的角度看,印度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 加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所以它必须进口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品 在推高国内物价的同时,限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内产品需求也会下降 总而言之,就是一团死水 如果不加以控制,情况会越来越糟 有数据显示,自1990年到2017年 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为12.73% 而印度从1994年到2017年是6.61% 在2017年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60美元 而印度只有1718美元 两者相差甚大,根本无法比较 这也印证了一句话 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的后勤办公室 当然,我们也能先从其他方面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差距 其一,我国在科技投入的比例也在逐渐加增 有报道透露 在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投资达约15676.7亿元 较2015年增长1.6% 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5个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准 可谓是一码当先啊 以人业进研发投入 规模世界第二的新中国将会更上一层楼 其二便是军事实力 正所周知,军事武器装备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而印度大部分都是靠进口其他国家先进武器来维持最佳的武装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问题 印度地区大部分儿童的义无教育权力没有得到保障 当然这样跟印度政府没有普及有很大的原因 从而直接导致人才的缺失 包断技术的匮乏 印度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人口大国的空和 要想与中国比较似乎还差得远 以未来上海游玩的美国人表示 中国比印度强太多了 按照我的开想 上海会成为亚洲发展的中心 并且与伦敦、纽约共同形成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有印度网友说到 中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如果我们向中国讨教并且续续学习的话 还有可能在30年内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不过依照目前的状况 有可能需要150年到20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既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一号售所 微信公众号 回复A 了解真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